米飞不乖 一天早上,兔妈妈说 我要去趟面包店,米飞,想不想一起去? 买些饼干,做茶点 米飞说 好啊,这就来 光商店是她最爱 她快快跟妈妈出门去 要多快就有多快 面包店离家不太远 不一会儿就走到 他们一起看,一起选 米飞总帮妈妈挑 妈妈在那边买饼干 米飞这边左右瞧 她发现了一盘糖果 就在商店的一角 那糖果一定很好吃 五颜六色,真漂亮 米飞想 啊,我好想要 她忍不住心痒痒 米飞做了件不好的事 要多糟就有多糟 趁没人看见 她抓起糖 塞了四颗浸荷包 可她回家躺在小床上 整整一夜没睡着 她想到自己成了个贼 很愚蠢也很不好 第二天一早 兔妈妈想 这孩子怎么了 安静的跟往常不一样 米飞乖,告诉妈妈 米飞小声说 我做了贼 我做了贼 拿人家糖果很不好 你昨天在店里买饼干 我把糖果塞荷包 妈妈说 哎呀,真不好 我们得回面包店 一起去跟人家说清楚 还回糖果 道个歉 米飞实在不愿那么做 她觉得太丢脸 可这是自己犯的错 得面对 要勇敢 就这样回到面包店 米飞还回小糖果 她认了错 还保证再也不会这么做